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九名 白色虎视 英国人率先发明了坦克 而让这些大家伙大显身手的 却是德国装甲部队 虎视坦克因装甲后射成远 被德军誉为无敌坦克 传说有一辆白色虎王伸出鬼没 能杀敌于千里之外 为终结留言 苏军以特三四坦克为基础 该装出一辆超级战车 特三四配有76毫米坦克套 同时搭载500马力的发动机 强大的引擎 使它具备超越虎视的动力系统 然而 初次交手 特三四就险接沦为火把 虎王似乎有意放逐目标 给对手制造口荒 随着战事升级 苏联坦克再次遭遇白色虎 这一次 潘克手孤注一掷 勿不追猎对手 在燃烧的村庄里 双方展开激烈决战车 就在特三四即将终结虎王神话时 灼热的炮筒突然爆弹 抓住这一空下 白色虎视消失在烟雾中 虎王究竟下落何方 没人能给出答案 它如同梦冶一般警示着后人 战争火种 随时可能复燃 全世界只有两量的超级武器 它的重量相当于60个T-34苏联主力坦克 关注微信公众号左右视频 回复超级坦克 为你揭秘希特勒的超级武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座位月 感谢观看 及了小火 明其实正在屏时 在准复马桀 有新闻的名簇 离现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